今天我們要上的課是第七課 就是靠主得勝 那我們上禮拜要告訴我們要認識這些我們是看到的 這禮拜要告訴我們要靠主得勝 如同在羅馬書8章37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什麼是靠愛我們的主 那我們如果沒有靠著主沒有跟主連結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容易離開神的恩典當中 我們就靠自己所思所想的去行 所以說告訴我們說 罪人原本的生命在魔鬼黑暗全世界下 註定要以失敗收場 我們如今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是因為主耶穌用十字架的大能把我們搶救回來 感謝神我們是被搶救回來的 所以救恩的成全即是征戰得勝的結果 救恩同時也包括了主的應許 得救以後的人都可以活出得勝的人生 所以我們都是得救的人 所以我們都是得救的人 我們是可以活出得勝的人生 然而魔鬼隨時想要毀壞上帝的工作 吞持基督徒的生命 因此上帝是給我們一個寶貴的應許 就是我們有征戰得勝的能力 我們是靠主征戰得勝的 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敗壞了魔鬼的權勢 使所有信的人都可以依靠主的大能 向魔鬼發勝 感謝神 剛剛我們一直在述說 我們是靠著主 靠著主 可以勝過一切 從比魔鬼的伎倆 我們靠著主 我們才有辦法過得勝的生活 所以我們跟主的連結非常的重要 所以罪人的結局一定是失敗的 所以即便擁有讓我們呈現的人生 讓生命受到罪惡的懲罰 是沒有自由的 因為我們是被瑕疵的 但主耶穌已經把得勝的權柄賜給我們了 所以我們得救就可以得勝 讓耶穌來做主掌權 所以是耶穌在我裡面成為我的主 而不是我要照我的意思而行 那我照我的意思而行 這樣的人生其實是會跌倒的 是會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們沒有讓耶穌成為我的主 來掌管我的生命 接下來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都期待進入人生勝利主 為什麼去總理師班收藏 因為過去錯誤的定位 威靈多後書四章四節說 此等不幸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你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上帝的相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過去錯誤的定位 就是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地位 那因著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這是一個確訊 所以我們不再受到瑕疵 因為我們的衛分 我們已經蒙神拯救了 接下來要告訴我們說 被私欲所牽引 以佛所說二章三節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核心中所喜好的去心 本為可務之子和別人一樣 這裡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被強烈的欲望所牽引 強烈的欲望當然在耶穌士的體系裡面 當然包括金錢 權利地位 甚至是情欲 這些都可以被牽引誘惑 所以說我們以前 我們根本不知道征戰的對象是誰 所以說我們容易被這些欲望所牽引 我們爭戰的對象是黑暗的權勢 接下來要告訴我們生命很有能力 羅馬書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文善的時候 並有惡與我同仗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上帝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一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把我辱去 叫我後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這句話好多律 這裡告訴我們說 我覺得有個原則 律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看為原則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仗 會拉扯 然後因按我心裡面的律事 我是喜歡上帝的原則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一個原則 和我心中的原則交戰 所以就把我辱去了 那我去奉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原則 所以這告訴我們 肢體的另一個律就是犯罪的原則 那我心中的律就是神的原則 所以說我一個犯罪 在我裡面一個犯罪的原則 和我心中的神的原則 兩個人是在拉扯的 使我沒有辦法有能力勝過 所以我們想要得勝 但是卻沒有能力勝過 罪來控制我們的那一種力量 所以這一節經文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在生活當中 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我們沒有能力 為什麼我們會沒有能力呢 因為搞不清楚真正要生戰的對象是什麼 撒旦是黑暗前世的掌權者 也是世倫背後的操控者 這個經文 以佛所書6章12節 因為我們並不是屬於血系的征戰 乃至於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 在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境的惡魔征戰 馬可福音8章33節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 就責備彼得說 撒旦對我後邊去吧 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這一節上禮拜有講過了 應該大家都還很熟悉 所以說告訴我們的是 我們是與天空屬靈性的惡魔征戰 那在馬太福音這裡告訴我們的是 耶穌第一次跟門徒預言 祂要受苦被殺 第三天後要復活 可是卻遭到彼得的責備 因為彼得會 因為當時的彼得 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為什麼耶穌要受苦被殺三天後復活 那耶穌就反過來責備彼得說 撒旦 這裡應該是彼得提出的意見跟撒旦 要引誘耶穌不要用受和替死的方式 實現不塞亞的工作 不抹而合 所以遭到耶穌嚴厲的指責 因為當撒旦蒙鬼來阻擋 阻擋耶穌做救恩的工作的時候 當然就不會有後面能夠跟神和好的一個恩典 所以撒旦備有主動攻擊人的策略 他是主動攻擊人 他不是被動人 因為 彼得前書五章八節 告訴我們說 誤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無同口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昏吃的人 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非常明確的知道 撒旦蒙鬼是主動攻擊人的 所以我們要有節制跟提高警覺 知道說 撒旦蒙鬼到處要尋找人 來誘惑人 甚至是欺騙人 讓人落入這樣的一個惡者當中 這個速度可以嗎 會不會太好 不太好 接下來又是告訴我們 他是誘惑者 在約翰一書二章十六到十七節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 點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重複來的 我們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上帝旨義的 是永遠長存 感謝主 因為他是幽默者 他會藉著 剛剛前面我們有說到 藉著金錢財富 藉著權利地位 甚至藉著情慾 使我們 就像這些 肉體的 點目的 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神來的 所以 這些都要過去 因為這個只在今生今世 他沒有有生 唯有遵行神的子弟的 是要永遠長存的 他是欺騙者 格林多厚書十一章十四集 這也不足為怪 因為臉撒淡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原來福音八章四十四節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欲 你們偏要心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 因為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 因為他本來是說謊的 也是說謊吃人的不 所以這裡面告訴我們說 他是說謊的 連撒淡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因為行為的虛假 然後這裡也告訴我們說 魔鬼的特質 就是行私欲 並且是殺人的 並且是不守真理的 而且是說謊的 這裡面 殺人的其實在我們日常的理解裡面 大概可以認為是言語上的 或者是也可以說我們的嫉妒 產生一種殺人的行為 有時候我們的言語 就如刀的利刃一樣 也許傷了人 我們自己都不曉得 所以告訴我們說 不要讓我們看見事情的真相 使我們去誤判 所以他是一個說謊者 那因為我們是屬 既然我們是屬神的 所以我們是光明之子 我們要醒在光中 所以我們不被這個黑暗屬的誘惑 所以他也是控告者 在啟示錄十二章 使節 因為他在我們上帝面前 奏業控告 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拴下去了 這裡面呢 為什麼撒旦要控告我們 因為他要否定我們的價值 讓我們灰心 但主的救恩是全備的 他不是 只要我們不是故意犯罪 然後我們只要被控告 就馬上能夠認罪也會干 神就一定會饒恕我們 所以基督徒勝過撒旦 是因為基督的學 和自己所見證的到 還有不怕死的精神 所以我們能夠勝過撒旦 是因為耶穌的保全 還有我們自己所見證的到 所以說在這裡面 我們不再被控告 因為控告是來自於撒旦會的寄良 撒旦要徹底的毀滅 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倒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鬼患 我來了是要教養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我們謝祖 因為撒旦會 無時無刻都要吞吃 到處尋找 要吞吃我們 但是呢 這裡又我們也知道說 他要偷竊殺害鬼患 他要偷竊我們的平安與喜樂 是我們生活當中是充滿恐懼的 他要殺害我們屬於的生命 使我們的生命 是跟屬世的生命 沒什麼分別的 他要毀壞我們在永恆的生命 使我們與永恆 是沒有辦法 與神一起在永恆的世界當中 所以說他徹底的就是要毀滅我們 那我們如何來反敗為聖呢 就是我已經站在得聖的地位上 因為耶穌四章四節 小子們啊 你們是屬神的 並且聖了他們 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所以我們很有反敗為聖的關鍵在於 我們已經站在得聖的地位上 為什麼我們已經站在得聖的地位上 因為我們是靠耶穌基督 站在得聖的地位上 所以說我們既然已經屬神了 所以我們既有神的兒女的地位 所以我們聖了他們 因為在我們裡面的是聖靈 所以在我們裡面的 比在世界上的更大 這是確信也是宣告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確信是 沒有任何可以攔阻我們與神的關係 耶穌已經戰勝魔鬼的作為 在約翰耶穌三章八節 犯罪的是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 我要從面魔鬼的作為 魔鬼是人類犯罪的教說者 所以那些不斷犯罪的人就是屬他的 就是屬魔鬼的人 而且是魔鬼的兒女 所以在現在的 世上的非基督徒 都握在魔鬼的詮釋之下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要毀滅魔鬼的工作 所以基督必要保護我們 因為我們是屬神的 魔鬼那就無法害我們 所以基督徒勝負魔鬼 魔鬼無法控制基督徒 要加害於基督徒 所以感謝神我們有這麼大的一個恩典 因為我們是屬神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被魔鬼所控制的 耶穌已經把得勝的權柄給我們了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践踏蛇的鞋子 又我勝過仇第一切的能力 算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所以我們已經有能力可以践踏 神的鞋子是指邪靈 然後又勝過仇敵就是魔鬼 所以說我們已經從神得到這樣的一個權柄 我們只要用單純的信心來領受 我們已經用這樣的權柄可以践踏邪 我們就可以勝過魔鬼 那得勝的關鍵呢 要靠耶穌的名 就是我一開始就是靠耶穌 如果我們在主的恩典當中 等我們救贖 但我們只有得救了 我們受取歸入主的名下 我們得救了 但我們沒有得勝 因為我們的生活如果沒有持續依靠主 我們很難過得勝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靠耶穌的名 使徒行傳十六章十八節 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 保羅就心中厭煩 轉身對他鬼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分布你從他身上出來 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耶穌基督二章十節 教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部屈膝 這裡呢 耶穌的本質 他不是本有神的本質 本有上帝的本質 所以他卻願意道通他自己 取了人的樣式 然後並且謙卑地 誠心順服上帝的旨意 以至於死 並且死在殘酷的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耶穌身為至高 給他一個超越萬有之上的職分 教一切的被造物 都因耶穌的職分屈膝 並承認耶穌住你的地位 讓榮耀归給父上帝 所以我們都是被造之物 所以我們都必須在 承認我們是主 耶穌是我們的主 讓榮耀归給父 並且我們是靠著聖靈的能力 史文新傳十三章 三九到三章的保羅六名 保羅被聖靈充滿 並經看他說 你這充滿各樣鬼 詐間惡 魔鬼的兒子 眾善的仇屌 你混亂主的正道 還不止住嗎 現在主的手將在你身上 你要也加 暫且不見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暗 昏蒙黑暗四下 求人拉著手領他 幫我看見所做的事 很稀奇 主的道就信了 所以我們要依靠 不僅要依靠耶穌基督 我們更要依靠聖靈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當保羅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咒詐主賈先知把耶穌 所以這是賈先知把耶穌受到少羅的一個咒詐 因為把國人不是說 就導致把耶穌眼睛瞎了 也使得幫我就是神掌 就是當時羅馬省份的管轄的一個神掌 所以神掌看見保羅所做的事 就很稀奇 主的道就信了 這裡告訴我們說 神機跟主的道 必須要配搭在一起 才可以有信心的產生 不僅只是看到保羅的咒詐 就是一個神機 他也看到了 主的道在這當中 就很稀奇主的道 所以我們是依靠聖靈 而行 我們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 我們都要跟神祷告 讓聖靈來帶領我們 讓神的領域我們來對話 並且要堅定的信心 圓安耶穌五章四節 告訴我們 因為完成上帝身的就是聖過世界 所以我們聖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紀念多後書十三章五節 你們總要自己審查有信心沒有 也要自己試驗 堅定的信心就是信是得著就比得著 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信心 那這裡告訴我們說 我們總要審查有信心沒有 也要自己試驗 所以信心是操練出來的 信心要試驗 我們可以從小試憑信心來祷告 所以我們要經歷神 祷告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從祷告當中 我們可以更明白神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旨意 我們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要如何來維持過得勝的生活 我們要認知所有的征戰都是屬民的征戰 以佛所書六章十二節 因為我們不是與屬選性的征戰 那也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混淆在六岸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征戰 又再一次提醒我們 剛剛讀過這一節 又再次提醒我們 我們征戰的對象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征戰的是誰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受到聖靈的管制與引導 羅馬書八章五道六節 因為誰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是 誰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是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這裡呢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所以我們是靠聖靈得生命 然後就應該靠聖靈來行事 所以在任何時候呢 都要以聖靈來連線 透過十字架得救後 聖靈給我們生命 我們也應該要跟隨聖靈的引導 基督徒的信仰生命 應該是信仰 要兩代信心與聖靈 而非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們得救了 我們要依靠的是 神賜給我們的聖靈 並且我們要有信心 來獲得聖的生活 所以在 記得我一剛開始有跟家人分享 就是 我們基督徒 我們基督徒 在受洗之後 我們每天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以聖經為準則 我們要以聖靈為引導 我們要以耶穌為榜樣 這是我們基督徒在得勝的過程當中 每天要去操練的 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跟主要的緊密的連結 因為福音十五章五到七節 我是葡萄樹 你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的 我也藏在它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藏在我裡面 你就像枝子丟在污名骨干 人死起來 扔在火裡燒了 你們若藏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這裡面告訴我們說 耶穌他是征途桃樹 我們是跟他連結的知子 所以 住在耶穌裡面的 耶穌也住在我們裡面 常是指住的意思 所以我們必須是讓主來住在我們裡面 成為我們的主 所以主也就跟他連結 所以這個人就會多結果子 結果子在這邊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基督徒應該要有的生命的表現 也就是說我們會活出 我們最容易明白的就是聖明酒果 恩慈良善喜樂 我們當我們跟主連結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有結束這樣的一個話子 所以說 當我們離開了 這個生命的根源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能做 因為我們就與主分開了 所以說祈求的成就 先決條件就是 住在基督裡面 基督的話也藏在自己心裡面 所以在基督裡面的結果 就是會多結果子 更多的活出 基督的生命 而天父就因此得榮耀 我們結好果子 是使父神得榮耀 可是當我們結壞果子 我們要馬上 跟神來做認罪悔改 讓我們的心事一念 是迴轉向神的 所以說我們 好樹結好果 換樹結壞 所以我們要成為那個好樹 成為那個好的知子 成為好的榜樣 因為耶穌已經成為我們的榜樣 當我們學習耶穌的樣式 我們結出好的果子 使我們的父神得榮耀 所以要過全面式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如今法告 然後與主連結 順服聖靈 讓聖靈來掌權 裹出基督的樣式 這是全面基督徒的生活 並且要不斷的知取屬靈的糧食 馬太福音4章4節 耶穌卻有回答說 經上的記者說 倫國者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這邊 屬靈的原始當然就是神的話 所以我們每天可以跟著 教會推動的單獨會主 來學習 來聆聽神的話 所以我們就要每天來養成 讀經打票的習慣 只要我們每天願意花15分鐘 然後更多的話可以 可以到30分鐘 就是跟神有一個分別為聖的時間 就是跟神好好的來對話 讓神來充滿我們 讓我們的每天生活 不能夠對焦在神的身上 所以 所以 耶穌的得聖就是我們的得聖 誰得聖呢 是耶穌得聖 所以 因著耶穌得聖 我們也可以得聖 羅馬書8章3章7節 來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世上 已經得聖有餘了 可見神 我們因著靠著愛我們的主 我們已經得聖了 所以呢 在約翰福音16章33節 告訴我們說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 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們有可能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的難處 甚至有很多的委屈 但我相信神都知道 神也隨聽我們的禱告 神也幫助我們 聖靈也引導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因為主得聖了 我們也可以跟主一樣得聖 這是今天告訴我們的 就是 我們是要靠主得聖 從頭到尾 我們如果離了主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我們也唯有靠著主 我們才有辦法過得聖生活 才有辦法結好果子 才有辦法 因著 主在 住在我的裡面 我可以更多的活出 主要活出的生命的樣式 所以 鼓勵家人就是明天 單獨會主 先從十分鐘 十五分鐘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可以更多的時間 甚至可以來默想 默想今天神要我 神 我跟神之間的回憶 這個都是我覺得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操練裡面都很重要 對於今天的課程 家人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有什麼樣的分享 尤其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也許我們過去常常會因著人生的一些失敗 那我們就會去回想說 過去的人生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些失敗的存在 甚至也許在我信主之後 我們仍然也會有失敗 但我相信 當我們的失敗 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因為我已經從那樣的苦難當中靠主得勝 既然我從那樣的苦難當中靠主得勝 當我遇到同樣跟我在這當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精力去安慰 去造就 去勸命 使別人也能夠靠主 一起來得勝 所以我們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我們每天 我們都去跟神有多美好的認知 跟神的關係 更多的經歷神 在禱告當中經歷神 更多的 當我們跟神有建立一個正常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 在生活當中 比較不容易被這些思慾牽引誘惑 因為我們知道 今天聖靈會提醒我們 什麼當作 什麼不當作 所以就是跟聖靈有限 所以 為什麼有的應該這樣說 就拿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最近的工作比較忙碌 所以說當然就是會遇到一些 一些比較屬於學器上面的事 比如說 目前我所知道的一些社區 其實裡面有蠻多的是居家工作者 或者是線上上課的學生 或者是被隔離的 那因為我的工作本身會有一些工程造力 所以說會被社區抗議 就是社區會有人抗議說 我們太吵 吵到他們不用辦法上班 學生沒辦法上課 對 可是我們照著我們的工作時間上 我們是合法的 因為我們是合法申請 所以我們當然就照著工程的時間上去 打牆 甚至去拆除 對我們來說是OK的 可是對社區來說是不OK的 當時我的血氣會上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我沒有錯 為什麼我們要被制止 就是被停工 對 因為社區抗議我們就停工 我們不能做 我就發現到一件事 當我在與人溝通的時候 我把聖靈亮在一邊 用我的方式去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方式是理解的 因為這個方式並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圓滿的一個結果 也許會更糟 對 因為當我承認 當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我沒有錯 可是別人跟我的對應當中 其實我可以發現到一件事 對這件事也沒幫助啊 即便我沒有錯也是沒有幫助 因為我把聖靈亮在一邊 我用我的血氣來行事 可是後來我回想不對 我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聖靈提醒我 你要依靠我 我是你生命的人 你要依靠我 那我用聖靈的方式 因著聖靈的引導 然後再去跟總幹事 去跟他們溝通 去跟他們了解 我相信他們姿態又放了 而且他們會站在我的立場 去跟住戶來做溝通 而不再這麼的強硬 就是因為客戶的 因為是社區住戶的反應 你不得不做這樣的事 所以感謝神 當我願意回轉向神 就是我發現不對 我在用我的血氣在行事的時候 我趕快跟聖靈傳來 求聖靈帶來我 讓我更多因著神的智慧能力 去跟人家做溝通 發現事情反而是反轉 就是會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當我有一個 自己那個擠在我裡面的時候 就是有幾 就是我用自己的想法在我裡面的時候 我發現事情很多是 不是成功的 是失敗的 唯一讓耶穌在我裡面的時候 讓聖靈在我裡面的時候 那個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我從最近在工作當中的一個經歷 那我覺得我如果再繼續用我把聖靈亮在旁邊 用我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話 其實這是不對的 所以感謝神 我們就是每天不管在職場當中也好 家庭當中也好 尤其在家庭當中跟兒女也會有一些爭執 但我相信我們只要一靠神 讓聖靈來帶你 結果會不一樣 跟我們所想的真的是會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願意謙卑 在神的面前 承認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我對這件事我沒有辦法 求神來幫助我 那我相信神會帶領我們過得聖生活 勝過這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感謝主 這是今天的課程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上到這邊 OK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我們一起來做禱告 親愛的父神 我們感謝贊助我們 謝謝主的恩典 聽著主耶穌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使我們不僅得救 我們仍然倚靠聖靈的帶領 過得聖的生活 求聖靈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 讓我們每天都能夠更多的連結 與主 更多的與主來相交 讓神的話 成為我們的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照亮我們前方的道路 帶領我們過得聖的生活 主啊 因為我們明白 當我們離了你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我由你靠你 我們才能有出路 才能過得聖 謝謝主也讓我們每一個家人 在接下來的一周當中 聖靈的情侶充滿他們 每天與他們同仗 使他們在生活上 在家庭當中 都能夠因著聖靈的帶領 與家人 與職場 都能夠看見主你的榮耀彰顯 謝謝主 今天還是在你面前的祷告 我是奉耶穌基督的聖靈求 阿們 感謝神 好 謝謝家人今天的學習 那如果 有不明白的 有不懂的 都可以 歡迎 我們來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討論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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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神的恩典 神的佔你 有不知